春去春远回 我走过的孤独很黑 难忘哪一刻 你走进生命的瞬间 我不是你 我心爱今生没有理由 被换的注定 在我的长文中你在哪里 如此的情绪没有属于 你是我的你 我不是你 我性命中 你给的每个 考验和奇迹 在我的藏乱中 而是你 是否愿意 将可守 你回忆 我不行 我不行 爷爷 来 吃早餐了 爷 来 我吃 爷爷 您说什么 好吃 爷爷您会说话了 您终于可以说话了 好吃 您终于可以说话了 王氏 爷爷 来福 从我病倒了之后 从来没有来过 他这个总经理称职吗 爷爷 自从你病倒之后 姑姑姑很快就把张来福撤了职 改由他儿子 来做万里行的总经理 也是他不让张来福来看你的 岂有此理 真的吗 岂有此理 叫你大姑姑来去 把你大姑姑叫来 太岂有此理了 把张来福一块儿叫来 张来福这段时间 受不少气 吃你大姑不少苦头 是不是 你快干嘛 你大姑姑找来去 蹲着干什么 去呀 现在就找 爷爷 大姑姑他死了 叔叔 叔叔 他走了 静音 是真的 是张来福 他被法庭判了死刑 他想越狱逃跑 自己也摔死了 真的 我去哪里发生 我的好表弟 你要的账本 在这儿 从今天开始 你再也不是万力行的雇员 你想把我赶出万力行 没错 没错 我已经跟柴律师了解过公司的结构 朱家拥有的 他 仅是万力行 辖下万昌传物的部分股份 在名义上来说 万力行 跟朱家无关 你只不过是万力行的高级雇员 我身为公司的大股东 我有权利 终止你的雇员合约 余创世 你好样 至于朱家在万昌传物的股份 我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 是我们余家退股 不然朱家退股 万昌是我爹一手创鱼 我绝不会退股 你爹 你爹张伯通是个农民 不是商人 你有没有搞错 不管是农民 还是商人 我绝不会退股 没关系 那我们余家就退股 等文件弄妥之后 我会通知你 到柴律师那边签字 余创世 你等着瞧 我一定让你后悔 三哥 你来了 三哥 这段时间为难你了 只要能够替来夫报仇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啊 嗯 想不通 你张来夫的脾气 就算是再愤慨 他也不容易去杀人 他这个人没有这么多恨 听张来夫在法庭上辩白 是姑姑先动手打他的 他是自为杀人 啊 其实你大姑姑跟张来夫 都是被我害死 如果我没把张来夫带到万里行 他们俩就不会起冲突 也不至于会闹到这般田地 爷爷 别太难过了 我们回去吧 把自始至终都是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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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自始至终都是属于来夫的啊 来 来父母 我们来看你呢 来父 我跟子军 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你一定要保佑我们 来余少爷 带着签字 朱少爷 等一份 好 好 还有这儿 这个 这还有一点 余少爷 这份是你的 好了 反律手续完成了 从今以后万昌传物就归你了 谢谢 帮我把合约收好 好的 你手上多了一笔现金 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利用 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去买黄金 然后打造一个神子军的人想把他摆在床头 这样以后你要是想亲他还是抱他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推开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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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嘴吐不出象牙 别走啊 别走啊 你可以继续打我 啊 我告诉你 沈子军他已经离开上海 这辈子你再也没希望 注定要出家当和尚 沈子军已经回来上海了 我要追他的机会多得是 前几天我们还一块交游呢 沈星驰说他妹子早就离开上海 他的消息还不比你可靠吗 你别在我面前逞强了 你不相信吗 你可以去问苏三强啊 苏三强那天一块去的 这个是华商组会的地图 这段日子张常贵一个礼拜平均有两三次在商会活动 谈生意打担子 明天他也订了担子房 招呼他商界的朋友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我知道张常贵他打完担子 一定会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正想跟你说呢 刚听经理说 他是请来做衬接工的 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花旗银行的董事 在这儿打担子 给我打担给上来来 我不回去吃晚饭了 是 我 我 好 好 好 我拿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幸亏我皇父七天 我早就准备好了 要不然我今天就被你一枪打死 今天你们死定了 不用我白费力气力总坦长 他就给挑戴了 快 三哥 你赶紧把你娘接过来 一侧安全 好 娘 娘开门呢 娘 娘 娘开门呢 娘 娘 娘 开门呢 快开门 快开门 老爸 别害怕啊 娘 秦秦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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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带走 快开门 快开门 秦秦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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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宇创世的那个傻蛋 她为了想我成英雄 说她见过你和深自军 在京城的刀下鬼 明天晚上我就觉得奇怪 太多太多巧合 现在深自军 毅然离开上海 难过是你自暴自欺 今天是你自找的 你骗我 你决自决策 你不得好死 让你说出深自军的下落 我还可以让你的功名 要杀就杀 你别放狗屁 你开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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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兄弟来福 现在就在黄泉等着我呢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们一定会跟阎王老子高你的状 我跟他兄弟一条心 会化作厉鬼来找你算账 好兄弟 张来福从小到大了就是我哥哥 可惜 他交友不深 认识你这个损友啊 他鬼迷心窍想当朱子贵 他得罪我这个弟弟 他现在在黄泉之下 一定后悔的要死 我现在在黄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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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哥来教训教训你 我哥哥来教训教训你 这一枪就毙了 太便宜你了 把这个脏手给我飞了 把这个脏手给我飞了 把这个脏手给我卸了 把这个脏手放在我 把这个脏手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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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讲给你 你不是一直恨我弱不如想杀我 拿着 沈 开枪 拿着 开枪 开枪 开枪啊 杀 开枪 开枪啊 你不得好死 你一定不得好死 妈呀 妈呀 乖乖 妈呀 来回见到你妈 我看你还敢不敢骂我 要是你还不输出沈子军的下落 你妈就要抬你手工 云 少年 你你也要不是 这套角 你都没有用 你还不按 我可能是你 你 Boston 你说我 要是你 你够了 你这套角 你都不敢来 他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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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拥有 他拥有 你这种废物 你这种废物 别哭了 拉住来了 小白小脸 别哭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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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小脸 你这种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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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лад 你这种废物 你们要干什么呀 不要过来 小脸你们 别过来 你已经该死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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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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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找死 我不知道 你看见吧 你出来干什么 管子 管子失火了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管子突然停电 我们找来蜡烛照明 一个女的 对 就那女的趁机反抗她 把蜡烛打 你干什么 端无由的 那女的干什么反抗 你不讲实话 我立刻宰了你 阿彪 阿彪想咋那女的主意 阿彪自立 过来 走 出牒的 落俄 苏妩娘跑了 阿彪 哪one 他 怎么让人捧着呢 上车 追 上车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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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我想请问你 在广东小馆大火当中 有没有人死伤 死了两个男的 两个女的 听说还有两个小女孩受伤了 听说还有两个小女孩受伤了 展示圈 那个那иц Incredthy 娘 孩子 我的我娘 什么 我的omenいただ 他 他死了 两二学生 也死了 三哥 子军 子军 子军是我 我把大夫带来了 三哥说你受了枪伤 三哥呢 他在医院 两个手掌 都被打断了 是赵常贵下的毒手 你怎么搞的 四条人命啊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活不是我放的 如果不是你 这四个人根本就不用死了 你不能推卸责任呢 你以为我想弄出人命吗 是苏三强和沈子军 他们要我的命 难不成要我失所待毙啊 子军 你不要再搞下去了 今天什么愿 医生说我 医生说你怎么了 说我怀孕了 医生说你怀孕了 医生说你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小心啊 爸爸 小心 我要当爸爸哦 小心你的肚子 小心你的肚子 喂 收手吧 我好怕 还有在替我们肚子里的孩子 积点应得 好 只要他们不再惹我 我也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下去 小贵贵现在在肚子里头啊 小贵贵小贵贵 你要赶快生出来啊 爸爸等你 妈带你去生冰糖糊 带你去大世界玩 赶快出来 小闪啊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总巡已经决定由你接替我的位置 真的 这是伪认状 小沈 你对那个广东小馆 失火的事情 怎么看呢 太惨了 知道 知道吗 那里边有两个是我的人 都是因为您妹妹 联合苏三强 暗杀朱少爷 才引出了这场草剧 说白了 我和朱少爷心里边都很不舒服 这段事情再闹下去 谁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我妹妹呢 你放心 看这情形 她还活着呢 朱少爷的意思是 想让你做一个中间人 去平息这次的时段 现在啊 也只有你 能够平息苏三强 和你妹子心中的怒火了 我刚去过 不防录口控 那不防晓知道这件事情 跟张长辉有关 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提到张长辉 我只说那三个人 是来打劫的 你为什么不敢说真话的 你在怕什么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 我不想看到你们再有什么意外 张长辉现在有才有事 你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的 我告诉你 事到如今 就算我们罢手 张长辉他也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去找阿贵 替你们求情的 你疯了 那个王八蛋糟蹋了你 他使乱中计 你还要让他再侮辱你一次 是不是 一日夫妻百人 我想他会念着旧情 不至于对我怎么样 我不许你去 即便赔上了我的性命 我都不许你去跟那个禽兽 妖威起怜 紫君藏在哪 不知道 他现在受了枪伤 很危险 你放心吧 紫君现在有大夫照顾着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朱子贵 想跟你们握手言和 他说了 只要你们肯从此罢休 他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 他能陪我什么 他能陪我什么 来福死了 紫君受伤了 我两个手掌 连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没有 我娘也死了 连那个无辜的阿水神 也难逃一劫 你说他能够陪我什么 那个火是意外 你不能把账算在人家头上 再说 就算你不肯罢休 你能把柱子贵怎么样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 你拿什么对付他 你有没有为紫君考虑过 你有没有为我父亲考虑过 紫君他现在已经受伤了 你愿意看着他再受摧残 你愿意看着我父亲 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我求求你 为了你自己 为了紫君 你们不要再这样 再这样闹下去了 你们不要让悲剧继续发生 我求求你 别闹了 找谁啊 找朱子贵 他们答应不答应 苏三强 我现在已经说服了 可是我妹妹失踪了 下落不明 我劝您 在我找到我妹妹之前 出路最好小心一点 喂 张常贵你听着 我限你三十分钟内回家 不准带手枪 不准带保镖 不准报寻谱房 不然我先避来雷小冬 你们一直在我家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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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小军 小军别胡来杀了他 你也跑不了 我只要可以杀了他 我死都敢信 就是因为你跟苏三强 无休止地报仇报仇 才牵扯几条无辜的成命 是他害死的 是他害死的来福 你不招惹他 他会招惹你吗 说到底你也有责任 难道让来福白白冤死 啊 让这个畜生逍遥法外 子军 别再纠缠下去了 我已经说服苏三强 他已经答应不再报仇了 你也打消报仇的念头啊 为了自己 为了老爸好不好 你不要再说了 你给我让开 沈姑娘我求求你 你不要杀紫棍 如果你要杀她的话 你两我一块杀了好了 我不要当寡婦 我要不要 我肚子里那小孩没有爸爸 你知道你丈夫做了什么上去害理的事情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所有的以前都是我指使的 你别再为她开脱了 世界上没有比你丈夫更丧心病狂的人 根本不值得为她的人做 不值得 哥你让开 你给我让开 子军把枪给我 你给我让开 子军你没提 你对付她 小冬 走 你让开 别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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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放手 小冬 小冬 我送你到医院 我送你到医院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她 子军 你听我说 你要杀她就先杀了我吧 因为张来福的事情 我从最大尾都知道 我一直站在她那边 你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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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撒谎 如果她不信我的人 明明她为什么会让她激人董来长 为什么会让她陪我回家 小冬 小冬 来 城 天 告诉我 你刚才说的都是谎话 全部都是谎话 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手上沾满了张来福的血 你要想报仇 就先杀了我 你如果不忍心 以后就打消这个报仇的念头 彻底为你着迷 淡干净净 眼神黑白分明 我怎么都看不清晰 不解隔地是你完美眼睛 一句抱着说的伤心 坏人我做就可以 若即若离是你完美眼睛 哪里人哪往哪里去 都随你 一生全民爱着你 被你演出对手戏 我好不犹豫 不管未来在哪里 你的绝情和经历 中文字幕志愿者可盛 哦 我好不犹豫 为你 阿弥陀佛